再來看到兩邊的先發陣容 抬抗戀營這邊 黎漢森搭配胡凱翔 陳靜桓 阿修羅 以及德古拉 而在桃園永鋒雲爆這邊 則是陳笑容 搭配了盧傑米 艾夫伯 劉淵凱 以及霍華德 好 挑球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穿著深色球衣 主場的桃園永�雲爆 為什麼球平這邊會想說 他們要用區域的一個防守呢 主要是兩個問題 一個是身高啦 再來就是避免不必要的犯規麻煩 好 艾夫伯 忠平要拉個男人 阿修羅 一個轉身 不過這邊 今天繳田 手得還不錯 但另外一邊看到了布拉拿到球 把貢丸塞進籃框 開始啊 開始啊 得分的火力還沒有加溫 哇 現在 都要投三分球 三分球就應該 三分球就應該 現在給出來 可以拳修魯就一個三分球 Full Good 艾夫伯 哇 今天 單打的情勢 其實是相當的強啊 哇 再告... 阿修羅都對得這麼出來啦 還是沒有用 但現在有身材上的優勢 阿修羅再給到布拉 這也算是另類的雙塔連線 但是今天魯傑銘狀況不錯啊 連續的幾次表現都很好 在路線都能夠判斷到 但另外這邊 德古拉已經來到禁區了 就放給他去了 想做一個High Low的搭配 在Low Pro的位置 過來面對滴滴 還是放近兩分 阿拉山啊 真的是 很難跨越 艾夫伯 頭三分 哇 今天手感火燙啊 第一節 這二比十一 好 古堡上來 哇 連鷹真的是 在進攻籃板上面 搶得是非常兇啊 有三分球出手 4 3 累啊 好 給過來 這個三分外向的出手 胡凱翔 正為把節奏慢下來 切入之後 哎呦 直接給到了第一滴 Nice pass 二四 二十 那個胡凱翔 頭一次出手沒進 哦 這邊拉拉連線 哦 再繞過來 給到余堅秉空切 滴滴 都沒有人要出手 客氣了 大家都 客氣了 伯伯 有一個好的結果 滴滴的中距離 拿到分數 好 要不要跑 好 要跑 胡凱翔直接拔起來了 哇 還有富柏一個人向前衝 要一個打三個了 這邊拔起來 直接跳起來 中距離 滴滴 又是要高調到籃下去 阿修羅 擺進兩分 兩分 所以在進區裡 彈了兩下 滴滴雖然衝進去了 但是時間沒抓準 繞到另外一邊 潛韋汝 兩分 潛韋汝 好像沒有一個 真的可以持球進攻的 得分手 對 陳笑容 好 跨不進來 高拆板沒進 那段浩文拿到了 籃板球五 再把球塞進籃框 看一下台康列印 就變得硬變了 哦 骨毛在湖頂位置 沒人理啊 怎麼會這樣 好 又是給潛韋汝 在湖頂位置的空檔 而連續的三分球 我想對於 需要叫一個暫停 把艾夫伯給換上來 哦 哦 但這邊很快 這邊直接拔起來投三分了 三分了 這邊再一個一個地板球 正韋 慢下來 做了一個擋拆之後 繞了一圈 選擇自己來 他一定是聽到取代夫婆 來到球場上 所以 哦 今天 角田的進攻 企圖心也非常的強啊 這角田哦 哦 這邊硬卡阿修羅 卡得兇哦 籃下的卡位 但是在 前分數 哇 又是一個失誤 烏凱翔採狗 周部進來 上籃得分 吃球優 進攻時間 進攻時間 剩下五秒鐘 要注意了艾夫伯選擇 自己來 哇 果然沒有錯 就像秋篇所講的 這邊又是找到了 一個進攻楊將的話 他們的速度又跟不上 前面有投進三分球的 陳笑容再來一個 哇 50比44 高調到禁區裡面 這一招 啊 算進攻籃板球啊 不講武德布拉 可以過來 笑容 帶一步的雞聽到頭 哇 今天 陳笑容 有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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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o的一個搭配 又是布拉 防守 防守 但這種 好 這高拋 欸 結果直接拋進了 那到底是想要 防守 還是如果賽後訪問 有機會訪問的話 我們就來問他那球 到底是要傳球 還是要直接進攻 好 好 德古拉 2分 誰會來投這個外圍 呂冠婷來投 力道大了 哇 他這邊往籃框一丟 掉到另外一邊 結果交給德古拉 剛剛好拿到這2分啊 我想應該是盡算的喔 好 進攻籃板 前攻籃板球 再找到愛夫國 4秒後 快去 誇張啊 防守 防守 哈修羅 來到禁區裡面 唉唷 這個用左手 阿修羅 再擺進2分 這球非常 哇 哇 但是邊 又是 胡凱翔 拉到最後 還是沒進 劉仁凱拿到籃板球 再給出來 陳肖榮的外圍 有一個機會 4 2 好 這邊 拉到另外一邊 沒有走步 也沒有3秒 德古拉的2分 打德古拉 撞進來之後 這個球擦板 也沒有碰籃框 裁判也沒有享受 第一時間來到前面 胡凱翔輕鬆的上籃得分 又是一個籃下錯位的單打 哇 修羅 爆扣了 那進攻段部分 球瓶你怎麼看 他們的問題點在哪呢 艾夫哥也在場上啊 對 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 回應到 可以說是重點攀防 那這個時候呢 外圍投手 其實外圍射手 都是有非常多的機會 說好不講棒球的 對 對 後頭的分 艾夫哥 這邊又是找到了布拉 滴滴這邊 推不掉 而且 這段話就是要看艾夫哥 他對於 隊友的信任度啦 因為前面他的隊友可能 艾夫哥的抄劫 這邊要做一個RLU了 這次穩穩的找到了弟弟 劉文如 面對防守沒有機會出手 拉回來 哇 這邊在正維的面前 用他的絕招拜天公做的 滴滴來投三分 野俊 完成 三分球 雲豹現在一分超前了 再給到滴滴前面 已經有投進三分球了 這時候也來一點 藍二 打到六分 這個球沒有運好 送給了胡凱翔 看到這邊上籃的機會 胡凱翔上籃得分 這邊繞出了空檔 艾夫哥 後面 尖尬 喔 這邊繞出了空檔 K全秀是前尾如沒進 籃板球拉拉山的連線 哇 雲豹又一次 振維 撿拳手 四十五度角 三分球氣 關鍵 過來 外線直接拔起來了 哇 魚 魚曲魚球 我就問他眼睛會不會痠啊 好 鎮維突然加速度 也來了 鎮維 也是被消滅成作玫瑰的男人 這邊 陳笑容又把球給斷掉 轉移過來 艾夫國看了一下 這邊選擇自己再交給後面的弟弟 鎮維 Nice Pass 弟弟 N1 好 骨毛提前高拋 鎮維 鎮維 是說非常安全 POWER 再給到滴滴 今天三分射手上升 你是射手 三分射手 是對戰的三連敗 今天很有機會來翻越這個拉拉山 甚至是一舉超過了台中太陽 來到第五名 這個球差點 結果真的又失誤了 現在才剛練習了 要三十次的失誤了 陳笑容 給到艾夫國 這邊再給地板球 交給了Dwight Howell 但還是要注意喔 如果讓烈鷹的三分球 阿修羅也來投三分 沒有 因為籃下有德古拉 而且Dwight Howell被拉 所以阿修羅目前的狀態 我個人是會選擇沉醉防守 就給他投吧 對啊 但是不能給他投的 就是艾夫國了 放歪了 李冠亭是不是真的有在練 從界外救球 拋回來這個動作 所以艾夫國必須要跳出來了 艾夫國這時候的表現 又跳出來 把這球給抄掉之後 想做一個阿雷烏 最後時間 艾夫國出口 冠亭的三分球 這時候 catch and shoot 最後的兩分鐘 看到了德古拉的得分 看到了德古拉的得分 最後的兩分鐘 看到了德古拉的得分 看到了德古拉的得分 最後的兩分鐘 不給哨音 所以這場比賽 我們看到陳笑容再給他斷 好 結果最後 球就暈掉了 那也就不用打了 所以在今天的比賽 最後太遠遠鳳雲抱 以107比97 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所以這邊的教練 擊掌了太遠遠鳳雲抱的 冰服的第一場比賽 也用勝利 有一個開門紅 那當然也就希望能夠 力拚今年季後賽的一個資格